这大概就是无名宗门 捡到爵士添交的真实写照吧 就读于普通中专服装设计专业的姜平 以全球12名的成绩 入围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决赛 并且还是前30名中唯一一位女生 年仅17岁的她一夜之间震惊全国 如果你不知道姜平有多牛 就看看这场比赛有多难 阿里全球数学竞赛没有门槛 考试时间为48小时开竞考 与她同场竞赛的800多位学生 均来自清华北大剑桥麻省理工等 世界一流名校 排在姜平下一名的刘奔 是获奖无数BUFF叠满的中科院博士刘奔 14名是高中就进入国家集训队 保送北大的优秀学子 15名是江苏省高考状严 他们有着绝佳的教育资源学习环境 而来自中专服装设计专业的姜平 数学全靠自学 更没有专业的竞赛教练 她仅靠业余时间靠插自点 学了两年的偏微分 就报名了这场比赛 还拿到全球12名的成绩 这含尽量不言而喻 据说在出成绩的时候 达摩学院看到姜平的学历学校后 震惊到不敢相信 还专门派人找到姜平现场出题 在确认了她的实力后 才正式公布成绩 而更恐怖的是 这还不是姜平的极限 如若有更好更专业的教学资源环境 她的能力将不可限量 原来导致姜平只能上中专的原因不是偏刻 而是江苏恐怖的中高考分流 姜平当年的成绩考了621分 这么高的成绩如果放在其他省份 绝对能上重点高中 但这偏偏是在姜苏 姜苏13个省份的中考 就有13种不同的标准 姜平所在的淮安当年760的满分 有人考到680分 才能勉强上线重点高中 而姜平621分的成绩 只能被分流到普通高中 后来考虑到家中经济压力 姜平选择了一所学费相对便宜的中专 学习服装专业对她来说 也不过是想着毕业 能尽快找到工作帮家中分担压力 虽然自己很热爱数学 但她也只能成为自己的plan B 不过幸好姜平在中专 遇到了现在的伯乐王润秋老师 报名阿里全球数学竞赛 就是王润秋推荐她去的 因为本身就爱好数学 在看到姜平的数学天赋后 王润秋不想她就这么被埋没 于是便担当起她的领路人 师生二人互帮互助共同学习 王润秋在此次的比赛中 取得了125名的成绩 这恐怕就是落魄山门的扫地色 和她的天资异禀的徒弟 照进了现实吧 古有秦始皇统一六国 即有姜平统一江苏十三台宝 万万没想到连天王老子 也制服不了的江苏内斗 竟让一个小姑娘给做到了 要知道江苏可是我国第一大内斗省 主打的就是一致排内不排外 每个城市都觉得自己最牛 大家谁也不服谁 疫情期间别的省会只有一个健康码 但江苏做到了十几个健康码 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分13支 除了省会南京 谁的横幅都不提江苏 所以他们在不团结方面 也是做到了相当的团结 而且江苏十三泰宝下 还有72反股线 他们介绍起自己来 也绝不会加上江苏两个字 出门在外不是一个线 根本不愿护认老乡 由此可见江苏到底有多散装 没想到随着阿里数学竞赛成绩的公布 江苏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学霸少女 竟让江苏全部说起了我们省 上演全省一家亲 在报道江苏的时候 纷纷加上江苏前缀 对于这个学霸少女 他们意外大团结 共享这份荣誉 板官连水文理那边 赶紧发了条视频之言 他是我们中国连水的 这简直是笑不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